對很多人的觀感上面 我認為它是一個所謂的觀感問題 它沒有對錯 至於誰是報名或是誰是報徵 我還是這樣講 就是說這些根源能不能解決 其實我覺得 剛剛講到說民進黨那個問題 我那天看到一個非常諷刺的現象是 很多沒錯啦 很多民眾在外面攔住立法委員 不讓他們出來對不對 然後只要車子要追 就進去開會 進去開會 進去開會 可是我也講穿了 進去立法院又怎麼樣 因為當時民進黨議員 立委震霸佔著主席 就不開會 所以你其實規面 它其實也是關在裡面 所以我現在比較 我其實在思考的問題是說 我們怎麼樣讓整個的國會 跟民間的那個整個的力量 尤其你說OK 你去批評執政黨 那在野黨又怎麼跟 社會的力量去做結合 我覺得這一次你會看到就是說 大家都一直覺得 民進黨在後面挺這些的學生 民進黨在後面挺這些 社會運動的人士 民進黨後面支持這些的 就是大家認知為比較卑理性的行為 可是從那一天的狀況 包括你剛剛聽到蔡教授的講法 他也是賣民進黨 他跟民進黨要出來 也是把你拿回去 民進黨自己也起得要死 你知道嗎 所以蕭美琴才會PO那文 但是後來道歉 對 他後來道歉 民進黨佔領主席台 至少要讓你們知道 對不對 那你們就不理會 你不是要贏來代行 北京都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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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師生你要搞清楚 我們是在街頭錄 我知道啦 我們怎麼會看到面試 你不能計畫太教授手下 還拿一個手提的第一 可能 我講完最後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你說馬英九政府會不會怕 他會怕 在幾次的公民運動 或者是幾次民眾上街頭的過程當中 他現在看到的是那個 叫做所謂的年輕的那個力量 你好 馬仲一定在總統府坐在那也想不通 曾幾何時 就第二任當選以後 你會發現現在遍地開花的情形 他想也沒想到過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而且一下子就一呼百諾 一上街大概就是萬字起跳 然後多的話就是幾十萬 你說三十萬幾十萬 怎麼會變這樣 你說到了昨天 昨天包括說五一勞動 然後你說有上街頭 勞工朋友有上街頭 上街頭以後 上街頭結束以後 還說什麼三星才 就是結束以後 大家是不是依照身分證字號的尾數 去分 然後一二三四 你在哪個路口 四五六在哪 就這些未來的活動 就會變成越來越多 馬忠祐現在天天想的就是 你們還有什麼活動 如果馬忠祐搞不清楚 為什麼現在這麼容易 召喚群眾上街頭 而且人數都比以往 我們所了解的要多 那我真的全世界 大概沒有人了解 因為這些人 都是他召喚出來的 我們 他就成為召喚獸 對 我們大家 我想我們大家 應該都會有一個共識 大家都不喜歡上街頭 因為上街頭很辛苦 像我那天去中校東路 那個下午三四點躺在柏柚路上很燙 那天白天三十七度 有啊 我就躺在那邊 因為開玩笑 一瓶一千多萬躺一下 對不對 你躺在那邊是很難過 因為很燙你知道嗎 沒有人喜歡上街頭 如果說 包括蔡教授他們的訴求 很多公民團體訴求 如果可以有其他方式來解決 沒有人要上街頭 所以 馬忠祐你自己應該去想說 你是如何去召喚這些人來上街頭 是不是體制內有問題 那我要講說路過這個名詞 其實是台北市政府發明的 不是這些公民 對 他為了幫白狼他們脫罪 所以我記得是張祈強 發言人說他只是路過 所以以後大家就用路過 那現在路過用多了 現在開始有出現漫遊 其他各種 以後會推陳出新 會有很多 途軍 都可以啦 OK 我覺得 就是說 站在統治者的立場 如果我們把報名跟順名 當作一個對比的話 統治者一定喜歡 因為他不會有意見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將來不管是發動社運的 或是整個台灣社會 你去面對 我相信在未來的兩年 甚至未來2016 不管有沒有患黨執政 未來這樣的群眾運動 這樣的公民運動 這樣發起了所謂的 不管是佔領也好 不合作 或是不服從運動也好 一定會很多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社會 大家要慢慢去習慣 這種習慣不是說 你當然每個人受影響 第一時間的情緒反應 一定是很不爽 我明明要趕著時間 我要逛街 我要看電影 你幹嘛去塞我的車 大家一定會很不高興 可是我覺得 在一段時間之後 慢慢社會會習慣 就像30年前 台灣開始有所謂的 黨外發動的遊行的時候 大家也很害怕覺得 國家要完蛋了 台灣怎麼亂了 可是有亂嗎 沒有 久了之後 大家慢慢學習習慣 可是我還是要強調說 社運的發起者跟這個團體 你要去想說 用什麼樣的方法 吸引最多人的注意 支持你的理念 但是那個反彈的力道 這個林鳳講的大家都時常會忘記 政府跟人民也有企業關係 就是這個政府 我們的固執叫 一般我們台灣叫公譜 不管是 你論上應該是 對 應該是 我們納稅繳錢 給他領薪水 既然我們想要叫他做的事情 什麼事都沒有幫我們做好 隨時就可以罷工 對不對 OK 是這樣 剛剛林鳳講 因為如果說 因為個人 譬如說訴求 我覺得像以前在e-tech那員工 沒有地方去 他要去抗議 我絕對百分之百贊成 昨天他們也上街頭 對 我覺得他們的權益 是真正被剝奪 這沒什麼話好講 剛剛蔡就講到說 這種政治訴求 有的同意 有的不同意 同意的 你覺得你上街頭 可以表達的訴求 我們也同意 但是那種遊戲規則 所以剛剛民主國家說 剛剛年晃談到說 有些國家的這個罷工 都是經過的法定程序 我跟你講話 所以還是比例原則 不是比例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遊戲規則 可以這樣溢出來 我沒話講 因為所謂 大家說台北是天龍國 因為天龍國是首都 所以大家很習慣 這個街頭抗爭 不到這邊抗爭 難道你到這個衡村地方 去看抗爭 是沒有意義 我們知道 我們會習慣這個 可是習慣並不代表 可以接受各種程度的不便 因為如果說這樣的抗爭 可以這樣無盡的下去 任何的訴求都給上街頭 以後我們生活 從禮拜一月一號 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會非常非常的不便 對不起 這不是我們看到的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我更在乎一個就是 因為馬中央還有兩年的執政 對 你說這兩年的執政 第一個 剛才來賓都講說 馬中央恐怕這兩年 還要面對到很多 不管是社會運動 然後大家一起也說上來 第二個 前世不忘後世之世 你如果拿這一次 我們如果 就當拿這一次 和四這一次好了 從林毅從前主席 開始發動禁食 然後一直到講說 林前主席發表 就是他結束禁食 像這樣的公開信 這中間大概十天左右 大家都在講說 對馬政府來講的話 這恐怕是 尤其是第二任來講 對馬政府來講 大概是任內 最大的一個核子彈吧 拆那個隱性的過程 那個過程 有沒有讓大家 就那個過程 我這樣講好了 人家 拆那個過程 有一些動作 會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明明應該拆的是紅色這條線 你怎麼跑去拆了藍色這條線 他有生亡 不是 因為那個過程有沒有 就是那個過程 你會發現馬總統的立場 前面擺的還是很硬 這跟學運類似也很像 有沒有 我不能因為一個人 什麼制度 然後院長就算看了江一華 對不起 院長就算看了林毅從回來以後 還是那樣講 但是後來 在次第再幾次的發言 然後再來幾次 包括馬蘇惠我還是沒有 然後尤其那15個縣市長 你會發現 這跟當初的想法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當初為什麼要這樣 我覺得很多電視機觀眾 前面的觀眾 一定跟我有一個想法 我們一直認為說 馬英九 你為什麼不能做一個 始終如一的人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的政策 你的態度 你的施政 什麼都是對的 你為什麼不能堅持 我到現在為止 我一直不認為 馬英九是因為 為了擔心李毅雄 而把核四這件事給停掉 他要擔心什麼 不是 我講實話 核四這個東西 從去年3月的時候 那時候就一直吵到現在 當時江一華 還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講說核四如果安全運轉過後 安全過後 他就應該要運轉 如果不運轉 台電會因此而破產 如果因此而破產的時候 我成為一個行政院院長 我就要辭職下台 他3月1號的時候 在立法院這樣講 結果你今天 為了一個東西 安庭也沒出來 到最後也可以做成決議說 沒關係 我就把它給封存了 那你前面去年跟我講的那些話 那個利潤的基礎在哪裡 我不懂 我再加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對馬政府來講的話 以後在做所有的決策的時候 要跟大家論述為什麼 你講的這個還有一個 因為在昨天的時候 昨天禮拜四 財政部長出來講 台電不會破產 台電也不會倒 台電什麼都不會 我就講就這樣 然後昨天的 我在媒體上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也覺得 為什麼才突然又講到這個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前一波一直講的那個 到底是什麼意思 台電不是一直也這樣講 就你剛剛講的那個意思 我把它找出來給 我提醒一下這樣一話 這還是中央社的報導 你知道 去年3月1號你自己講的 在這裡面你就堅持講到說 因為不運轉 台電就會因此而破產這些話語 那我不懂 你現在可以無限期的封存 那台電破產 這一段是去哪去了 我不懂啦 就是說如果今天馬英九 他真的認為說 我的所有的東西 我是佔著職的 你為什麼要因為這樣而改變 好你要改變也沒有關係 你要有一個說服的理由 但現在沒有 我們現在看不到說服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好像他是在退讓 但事實上沒有 所以相對來講 您剛剛提到說 我其實覺得說 50萬人是不是民意 當然是 50個人算不算民意 也是 政府不能夠 我講話聲音怎麼變小 民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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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我覺得馬英九 從頭到尾他就是這種態度 他認為當你人少的時候 我就不在乎你 你知道嗎 我覺得民眾上街頭 他其實是可以有區分 比如說核四是一個公共議題 是 服貿是一個公共的議題 是 那交通部的那些高工局 那些員工被你裁掉 他找不到工作 那這些聲音你可以不要重視他嗎 當你長期去忽視他的時候 你逼死他必須要採取更激烈的行動 去讓民眾或讓講難聽也是 讓政府去看見他的訴求 可是事實上 這個東西他可以很好解決 OK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很多很多人 甚至我們甚至認為說 這稍微事情 你如果要去檢查官署 稍微事情你也要去封路 癱瘓中下西路很難嗎 不難啦 20個人就好了 你只要在那邊圍城一線 車都動不了 警察不敢拉你 可是我講真的 有很多東西其實是可以提早 那個隱性就拆除掉了 可是就像你說的 他當他裝作看不見 或者是假設我去碰一下別條線 那他自以為就解決了嘛 可是事實上不會啊 OK 那從前面大家在講說 像吳委員 吳委員在媒體上面幾個講說 後來延伸出來的很多的一些事情 絕對會是一些報名證書 或怎麼會變成這個樣 那剛才其實包括蔡教授有講說 沒有報證拿來的報名 就是你逼得我變成是這樣 吳委員是嗎 這個我尊重蔡教授的講法 但是民主政治 任何美國日本都一樣 一樣有抗議團體 也一樣有報名 你說美國有報證嗎 美國沒有報證 美國有報名 有報名 警察打不打 照打